大董 今晚會的邱副主委 還有臺大的周老師 以及各位現場的來賓 今天早上場次一的最後一個報告 就由我們來代表台北北方銀行 說明一下我們在氣候變遷風險因應底下的一些做法 前面邱副主委也對我們金融業在永續經營的議題上面的重要性 也都給了很多的指導 現在我們就在報告在金融業這底下 我們這幾年來做了這方面的一些 內部的一些努力跟的一些做法 我們今天的包括在分這五個面向來談 包括我們的智能和治理架構 我們的近零策略跟目標 氣候管理的鑑別的機制 挑戰因應跟外來的展望 整個我們的治理架構 就是用我們銀行業最基本的這種 幾道防線的方式來做這個治理架構 有三道的防線 我們就先從我們業務團隊 包括受信的團隊 投資的團隊 他們在跟客人做第一手恰然的時候 就會開始蒐集客戶的這方面的相關數據了 來製成一個報告 製成一個表格 來做一個客戶的第一手的了解 再透過第二道防線 就是我們的風險管理單位 來看這些業務同仁 收集回來的資料的正確性 跟它的可用性到底如何 包括我們的法尊的單位來看 這整個的過程裡面 是不是遵守這個法令的規範 第三道防線 就是我們後台這個機殼的單位 定期的來看這整個流程上面 是不是有值得改進的地方 那整個在治理架構上面的第二點 我們再把它做一些 績效的連結跟管理的機制 績效的連結 尚從董事會 董事長總經理到我們的一級主管 狹下人員到我們的所有的同仁 在他的這個董事會績效的評估 就會看到ESG的參與的指標 董事長 總經理他們 他們我們的相關的指標 都把這個ESG的那個factor放進來 各個業務單位 包括他前中後台 他在這個ESG上面的影響 比較直接進階的方面 也把他的這個重要指標 都放在他的KPI的連結上面 那定期我們就會跟 每半年跟董事會做一次 承報我們的ESG的執行的成果 在管理的 內部的管理會議每一季 就會透過這個 在業務報告的同時 也看我們的ESG的成效 做到什麼程度 那為了達到這個永續策略指引的 綠色金融 我們有幾個短期的目標 跟中長期的出入力目標 短期目標 就今年來講 我們要在這個綠色貸款 要成長大概19% 同時我們在今年要完成 第一份的這個 第一本我們這個TCFD 前面講的那個 KPMG的SAMS就是我們的顧問 所以這 這段期間跟林副總也很多的這個交流 那這個綠色貸款的成長 這個會成長到接近2200億的 我們這個所謂的綠色貸款 在我們的總販款 也超過13%的一個規模 那中長期的策略就是配合著這個 2030年我們要達成這個SBT的科學基礎的 減碳的目標 同時在這個R100的這個指引底下 我們要完成這個2040年的這個 百分之百再生能源的這個目標 那為了達到前面這幾個短中長期的目標 我們有幾個這個做法 包括這個我們所謂的四大氣候的勾免的這個做法 在完善氣候的風險的管理 我們會制定我們的相關的氣候相關的政策 這個在我們的董事會已經通過了 那另外再推動這個低碳轉型的金融這方面 這中間就很多的業務上來講很多的商業機會 包括這個我們在法經方面會設計這個 供應鏈的永續發展的這些連結的金融 還有一些永續指標的連結的貸款 在各經方面我們會 我們信用卡現在的材質 也都是開始在採用這個環保材質的信用卡 包括這個個人他如果說綠色的這個建築的貸款 或者他在家裡面買這個 可以減能減碳的一些設備的話 我們提供這個相對應的地利盜卡 在這方面來發展我們這個綠色金融的商品 那同時我們在內部也做這個碳排的這個檢驗 我們做這個財務性碳排也開始來做了 整個簡單的基礎 包括我們這個範疇液範疇裡面 我們要怎麼樣去多增加綠電的購買 或者我們在所有的營業大樓上面都放這個綠色太陽能板 來做自己的這個綠電的供應 然後包括我們這個整個營業場所的這個減能減碳來做 來達到這個範疇液範疇化的這個要求 整個建立低碳的營運模式 包括剛剛提到的這些管理的架構 跟內部的這些績效的考核 來建立整個我們的低碳的營運模式 那第四張就比較像是範疇三 就發揮我們這個在氣候影響上面的一些影響力 所以我們結合了這個外部的顧問 我們在過去兩年就對台灣的中小企業 舉辦了超過接近30場的一個說明會 讓他們知道這個ESG的重要性跟ESG的做法 參加的中小企業的人次也超過1300多個人 那我們在連續幾點辦的這個ESG的大事論壇 參與的人次也占到1000人 這個是我們在永續策略指引上面的綠色金融的一個做法 那另外一個在比較實務面的方面 我們持續地在發行我們本身的綠債 就是台北方銀行的這個 當然是一個這個綠債的資金的來源 用途就會用到我們這個在綠債相關的 不管是客戶上面或你們投資的方面 都是跟綠色金融相關的對象 我們自己的綠色投資 剛剛提到我們的綠色融資要成長20% 今年的綠色投資要成長10% 相當一個規模 大概到3500億的一個綠色投資的規模 剛剛提到這個綠色的融資 那在這個風險管理評估的這個評估跟見別 分四個方面來講 第一個是我們建立上到氣候風險的防線 今天氣候風險真的在前面提過了 另外我們在做這個氣候風險的評估 我們設計了一套這個叫做Green Due Diligence 就是以前我們在做那種所謂的禁止調查的時候 都是做財務面跟信用面的 我們在這幾年把這個綠色的投入方面 做了一個Due Diligence 對客戶的了解 了解後我們再對它的EH做一個分級跟一個評估 所以我們在這個分級上面我們有一個九宮格 待會會再稍微提到 就看這個客戶所組的產業 它對氣候的影響是高影響的 中影響低影響 它對這個減能減碳或是ESC的這個投入 是屬於高作為上有作為或無作為 用這樣來看它在ESC上面的分級的評估是怎麼樣子 來因應我們對它的往來的策略 另外我們在內部做財務的碳盤查 不管在經濟版跟進階版的氣候風險的壓力測試 另外在資產組合的風險評估 建立資產組合的風險管理 透過這幾個情境的分析 剛剛前面Sam提到的 我們一直在做這樣的清零進入境的整個Milestone的一個規劃 也提到我們在這個是比較主動是我們在對一些高碳排的敏感性的產業 我們就開始不再跟它做這個 尤其它是在新增乘坐高污染的項目 這個方面的放款就不再乘坐了 除非它是要用到這個產業轉型 利潤開發或者減碳的這些行動 我們就透過它的生產的方式生產的流程 來判定我們對這樣的高污染的行業的一個受信政策 另外比較提到一下我們這個在受信 因為銀行最大的一個影響力就是 資金融資上面的影響力 所以我們在這個受信的這個流程上面 也做了一個我們叫做三專流程 然後一個專屬的審核流程 專責的審核人員跟專載業務團隊 剛剛提到的各位客人 現在只要對新客人 我們要先做它的那個Green Due Diligence 它如果屬於這一種高風險就沒作為了 我們就直接不予準入了 那如果是既有的客人每年在做續展的時候 除了看左邊這個 除了看左邊這個我們一般的做的信用風險評估以外 我們就是加上這個 右邊的幫他在做這個不管是在環保 在氣候變遷 人權的風險 企業社會責任的這個 的這個接續 我們看這方面的風險情況怎麼樣 如果是屬於低評分的話 我們就逐步的來退出 甚至不予乘坐 屬於積極乘坐的部分就是在一種 在重視在業績上面的 投入的企業 所以用這方面來利用我們 利用我們這個資金的影響力 這是我們這幾個數據上面的結果 如果以去年來看的話 我們整個台北普賣行去年的總投資的 投融資的餘額是提升了接近5%的餘額 可是我們在經過了探盤採盤 我們的碳排放量其實是下降6.6% 所以這方面是一個數據上面的一個成果 整個資料品質上面 分數最佳是1分 最差是5分 我們是慢慢的從3.22分提到3.15分 今年會繼續的往資料品質的 正確性跟有效性來邁進 提到幾個挑戰 前面幾位演講者有都提到 其實大家面臨的挑戰都一樣 比如說我們國內還沒有這種 比較公認的氣候相關的風險偏能公司 我們都知道受信跟投資做久 有這個國際上有S&P Moodis的這種信品 都可以讓我們知道這個公司是屬於 投資等級的或會投資等級的 它是3B的或AA的 可是在國內有TCRI 可是那種國際性的一種 所謂氣候相關風險的評審公司 還沒有成型 所以這方面如果經過各方面努力的話 對金融業在做這種投融資的指引上面 會有很大的幫助 因應上面我們就先提到 我們就先從自己做起 我們自己先從這種 Green Diligence的方式來做這樣的一個努力 另外一個挑戰就是 剛前面其實也有很多演講者都提到 氣候資訊的細緻度 這個細緻度包括數據的揭露頻率 跟市率揭露的這個品質 目前的話很大的可以進步空間 這方面如果揭露的品質跟頻率多的話 所以我們做這個財務談判 不管是對自己或對客人的話 這個掌握度會更高 那最後也是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整個落實這個風險觀點 會持續做市率精進 也會掌握這個氣候風險的機會 來洗手客人來做這種綠色融資 或者綠色債券相關的這種推行 我們今年會發布我們第一本 這個TCFD的這個揭露的報告書 那整個我們會跟整個 不管是我們的客戶 然後跟我們的上家要的夥伴 一起來做這方面的努力 然後一起跟我們的客戶 跟我們的社會來做這個 Rung for Green的這個project 我希望我們持續的在 永續金融的這個方面 做一個領航者 以上是我的報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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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